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白蘿蔔煲粥 首先白米我只是用白米 昨晚開始浸過夜 用多一點水浸 因為米比較容易吸收水分 因為我想煮一煮綿綿滑滑的粥 我已經浸過夜 我現在用去洗 洗乾淨之後再說 下一步要醃一下米 用半湯匙油 我用菜油 加1.4茶匙鹽 醃過的米煮出來會綿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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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刨好有丝后就用保鲜纸包好它 我们待会煮粥的时候用 米醃了半个小时 我们要准备一些水 待会煮滚它 或者你说用多少水啊 就看你用什么来做凉米 譬如我是用这个凉米杯 我一个凉米杯就兑12倍的水 然后一样事情就要煮滚些水 就要煮水滚才下米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放在凉水下 很容易米就粘底了 好了 等水滚之后我们再说 好了 水滚了 我们继续一路用大火 水滚之后呢 我就把米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我就不停地搅拌它 一路煮一路搅拌 差不多十分钟了 我就是这样的动作做了十分钟了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米不要粘底 另一方面你见我呢 是用一个打蛋器 这个钢鲜的打蛋器 顺便打一打米 等它容易一点 待会煮到绵了 好了 十分钟之后 那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要盖盖 然后呢 就把火转到中火 转到中火 转到中火 有些人说转小火 好看你的炉头 就不要转得太细 那些水呢 仍然要向上滚上来 还有另一样呢 就要用大煲来煲 那就不会频舍 千万不要说找个煲仔 那你频舍呢 又要拿开个盖少少 这样的时候呢 就那个热力就会散了 我们就转了中火之后 盖着它煲20分钟 我们20分钟之后再说 很快20分钟了 哇 那些粥滚得挺漂亮 我们又搅拌一下 那接着呢 你见那些粥煲得很黏 我们就把那个萝卜 放进去 罗伯丝吧 炮好的100克 就然后再拌 再拌一拌 那继续 下了萝卜丝后 就拌一拌 就拌它 然后等它 五分钟左右 再拌它 你见那些粥很漂亮 我们这样煮出来的粥 就非常绵的 我已經攪拌了五分鐘 攪拌完五分鐘之後 蓋上蓋子再煮五分鐘 很快五分鐘了 讓大家看看 先攪拌一下 你看煮出來的粥很漂亮 在這個時候 根據你自己的喜好來調味 我會加一茶匙鹽 然後攪拌一下 這樣就煮好了 我可以關火了